这是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败的最惨的一仗 这也是从抗日战争开始 中国军队首次在正面战场取得了大规模的胜利 这一战便是文明中外的台俄装战役 而在1938年著名的荷兰导演伊文斯冒着炮火轻浮前线 拍下了台俄装战役的大量一手影像 并剪辑成了纪录片《四万万人民》 但因为片中拍了不少关于八路军在后方浴血抗日的镜头 一度被蒋介石下令近波 1937年日本打下首都南京后 决定以南京济南为基地从两头沿着铁路夹击徐州 那日本为啥打徐州呢 我们都知道打仗最关键的就是交通线 这样后勤补给才能跟得上 在当时的中国铁路主要有两条 一条是龙海铁路一条是金浦铁路 而徐州刚好位于这两条铁路的十字交汇点 堪称是中国最重要的战略枢纽 因此日军一旦拿下这里便掐断了中国军队的输血管 届时南北日军还将连成一片直倒武汉 大半个中国都将落入他们的魔爪中 因此这一战对双方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但徐州是沃野平原根本无险可受 此时历史开始指向了附近的这座千年小城台俄庄 这一带竟是连绵起伏的丘陵山谷 能有效阻止日军的机械化部队 因此中国最高司令官李宗人便以台俄庄为中心 以藤县和林一为侧翼 对南下的日军构成了一个微型防线 另外路大军则前往淮河南岸阻击北上的日军 当时三路日军加起来一共有二十多万全是精锐部队 而中国军队虽号称有六十万兵力 但全是来自各地的杂牌军 有川军滇军西北军 大家没有进行过统一的训练 这边喊的是怎么样 那边喊的是杂个整 连语言都不通 像当年蒋介石的王牌部队在松户一带 纯兵百万上南保住上海 而今这群乌合之众岂不是躺臂挡车 1938年3月 战功累累的日军第十师团开始进攻腾县 这只虎狼之师共有5000多人 配备了大量先进的武器和装备 而守卫的川军仅有3000多人 他们脚蹬草鞋身穿单衣 步枪基本上都是成都造的 好一点的就是汉阳造 其实蒋介石根本没指望这群要饭的 能打赢日本人 他的真实意图是以川军为诱 再让汤伯领着自己的嫡系精锐来收瓦 李宗伦说这些川军总比诸葛亮的草人好 对啊反正都是炮灰 还挑什么高矮肥瘦 有人演勾就要有人来演呃 不是他们傻到演呃 只是为了这个支离破碎的国家 为了这个威王的民族 愿意来演这个呃 龙文章说答案不该是死 但他们能做的就是拿着手榴弹和日军同归于尽 90岁的川军老兵叶光文说 亏本的生意他们从来不做 一般都是一个换三个 他们能做的就是让自己死得更值得 就这样川军拼了以命换命的英勇 孤守了整整四天 市长王明章身中七枪 以身殉国 但他们也歼灭了2000多个日军 为李宗人赢得了更多的不防时间 日军连队长斥柴八重葬的重弹场景 更是如神剧一般 川军一颗子弹过去就穿掉了三个人 第一个是普通日军第二个是机枪队长 第三个就是赤柴八重葬 我面对日军强大的攻势 说好的汤恩伯又在哪里 原来他率领的金瑞才刚下火车 便遭到了日军的猛烈阻击 这继而使川军完全陷入了孤立无言的绝境中 与此同时臭名昭著的板员 曾四郎也率领着日军第五师团从青岛出发 愈合第十师团形成前行攻势 竟而扭成一根绳子一举攻克台河庄 此时此刻灵异阻击战变成了成败的关键点 当时负责守卫这里的庞炳勋是个典型的兵友子 打仗就是为了混碗饭吃 什么民族大义家国情怀对他来说都是扯淡 由于他没有固定的地盘 便今天跟着这个混明天跟着那个混 等金主不行了便继续寻找下一个 甚至把枪头调过来指向曾经的友军 堪称是抗战版的绿部 然在此战中庞炳勋却全力以赴 和日军的两万精锐欲血拼杀 仅仅三天下来 他苦心经营了一生的兄弟家当 便以折损大半 此时李宗仁打算派张子忠前去增援 曾经两人本是师徒同门的好兄弟 不料庞炳勋却受蒋介石的收买 一度将张子忠置于死地 因此李宗仁的这个增援命令 等于是让张子忠去救自己的仇人 然在这紧急关头 张子忠却不计个人恩怨 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林医增援 最终这对昔日的仇人联手作战 成功打退了日军的第五师团 这继而使日军的第十师团 朝着台俄庄孤军深入 为中国军队后来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 总指挥诸德率领的八路军 在日军的后方进行袭绕 并破坏了敌人的道路和电话 切断了他们的物资供应 当时伊文斯突破国民党的层层阻挠 用摄像机记录下了八路军将领 在武汉研究作战方案 以及抗击日扣的许多珍贵历史影像 而在前线战场 负责守卫台俄庄的持风尘 仅仅只有8000人 这支西北军虽然没有很强的火力配备 但却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善于守城 一个是让日军温风丧胆的大刀队 3月24号 日军在飞机大炮坦克的配合下 向台俄庄发起了猛攻 仅仅11天便吃掉了台俄庄的大半城池 城破仅在一线之间 其实在蒋介石的地图上 这些西北军和川军一样 都是一个数字一堆炮灰 他们的作用就是 又使日军进入伏击圈后 再由汤恩波领着自己的嫡系金瑞进场收割 最初上级告诉持风尘只需要守三天 但一个又一个的三天过去了 说好的金瑞依然没有来 打到最后连手榴弹都没有了 持风尘只能带着弟兄们 拎着大刀上去和日军贴身肉搏 而总司令孙连仲却依然下令死守 说弟兄们舔完了你去舔 你们舔完了我再来舔 4月4号携带着重武器的汤恩波 终于从侧面杀进了台俄庄 其实汤恩波早在三月底就到达了附近 但却遭到了日军增援部队的阻击 而李宗人认为汤恩波就是一直在打野 以借着日军之手 消解掉各路地方军阀的实力 4月7号在中国军队的左右夹击下 日军开始全线溃败 在这场历时15天的台俄庄战役中 中国军队以5万人的伤亡代价 歼灭了日军的上万金瑞 缴获了9辆坦克 但持风尘并没有胜利的喜悦 战役结束后他拿了一块羽布 默默地走到了硝烟中 把弟兄们的残肢断壁 一块块地捡起来包好 而总司令孙连仲也因为台俄庄大劫 获得了很多勋章 但他从不向外人提起 因为这份所谓的荣耀 是一个个朝夕相处的兄弟 由命换来的 而自1931年开始 日军一路索向披靡 先后占东北攻上海图南京 在这国破家王之际 台俄庄大劫就如同抗战中的一线曙光 让全国军民为之一正 各界人士纷纷组织起来 为抗战捐款捐粮 甚至以身报国 而镜头中的这位老人叫孙电修 是台俄庄战役的幸存老兵 虽年近百岁 但说起大刀队时 他依然精神抖擞 并熟练地使出了当年的大刀刀法 以他那股灵力的杀气 你绝不会怀疑 只要有来犯之敌 他依然会战斗到最后一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